第十二屆中國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閉幕後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舉行中外記者會 回答記者提問 當中鳳凰衛視記者問到香港情況 指連初二旺角衝突反映香港問題 香港的出路在哪裡? 李克強表示香港會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不會改變 有能力、香港民眾有智慧 處理香港遇到的各種複雜問題和局面 說到發展 既是香港自身的需要 也是國家的需要 當然香港的發展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年香港作為發達經濟體 經濟增長2.4% 這不算低了 他又說 有利香港長遠繁榮穩定和香港居民福祉的 中央都會全力支持 替好香港前景 民眾福祉 特區政府提出來的事 中央政府都會全力支持 開設 通知 神經濟體